誰也不似乎 夢的背後 追射 YO 哈囉 歡迎來到至高的收藏 我是橘子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的是 海賊王 P.O.P.Messie們系列的 克洛克達爾 這款當初的預購價 為台幣5180元 我想只要是海賊王的老粉絲 應該都會對這個角色 不會太陌生 也是故事前期的一大反派 而這次與前一版相同 採用了頂上戰爭時期的造型 高度方面約為25.5公分 並配合著即將幻化成沙莉的特效 真的十分引人入勝 當然在整體的塗裝方面 展現出了P.O.P.的高水準 不過我想如果有收這件作品的朋友 可能一開始會對頭雕的膚色不太習慣 這裡使用了芋頭色來做陰影的效果 而在動畫裡 克洛克達爾臉部的膚色 也不是使用一般的膚色就是了 另外嘴巴上的雪茄 用色也算是很特別 帶有一點金屬色的質感 遠看還會有 克洛克達爾咬著香腸的錯覺呢 另外在服裝的部分 緊繃的西裝雕塑 目測也有A藻杯以上的水準 配上顯眼的金色鈕扣 和比動畫裡更加顯眼的綠臉金 和藍色皮帶 而手指上的寶石戒指 採用了實色的配色 但是整件作品最吸睛的 還是身上的流沙特效 尤其是在側面看上去 就像是身體已經消失了一半 還有腹部的側邊與手部 都是已經沙化的狀態 而仔細看這次的特效質感 並非使用了消光感 而是帶有銀色的金屬光澤 尤其是從背面看上去 銀色的光澤感會更加的明顯 不知道是不是官方想要表現出 陽光映照在沙地上 所反射出來的質感呢 最後我們也來與 回憶系列的羅賓擺在一起 我想如果是阿拉巴斯坦 橘色方格的西裝造型 應該會更加的合適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最後也別忘了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唷 那我們下次見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